因為我們來看到這個板塊 我們直接進到立委選戰的部分 因為立委選舉其實也是這一次 非常精彩刺激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來看到在這個2016還有2020 你可以發現其實基本上都是綠的 那其實上一張我剛剛 又導播不知道來不來 總統大選的部分也是 你可以發現兩屆2016 2020 其實綠的好大 然後藍的一點點 就這個 政治大海笑啊 對看圖就好了好不好 很快一目了然嘛 那我不知道這一次 因為我們都在講 官選重點 官選亮點 哪些地方會起風了 會有一些改變 那導播不好意思 再麻煩回到剛剛立委 我們想說直接立委來好不好 就是這個靳平來看 我們其實列了好多區 從北到南 台北 台北我們列 我為什麼只列中正萬華 因為在這個部分 南島小立元老師 他說他不知道怎麼預測 然後這個 這個是可靠消息來源 另外包括朝日電視台 日本媒體很多 都跑去中正萬華做一些訪問 針對這三組候選人 那另外在新北 新北我只列板東 就是葉原支和羅智正 那在綜合的部分 這是撒卡獨 張志文 吳針 還有邱承遠 然後在另外還有戲子 就是廖先祥還有賴品瑜 我現在很快的講完 台中中一選區蔡碧如蔡其昌 中二林靜宜 顏寬宏 中五這個地方是 盧秀燕的本命區 所以是黃建豪和莊敬成 那麼彰化呢 謝英鳳和吳英明 南投的話當然是這個馬文軍 馬文軍之前被打很慘嘛 窮潛艦被打到違建 南投的第二選區 大家在觀戰重點 放在油耗對上蔡培會 那台南的部分 台南綠啦 台南高雄這整個完全都是 一片綠油油 可是台南這次呢 有沒有起了一些變化 李全教 林一錦這一部分 還有在高雄的 郭喜 李柏毅 郭喜 李柏毅這一區 郭喜 李柏毅跟李梅珍 李梅珍 沒錯 因為他這個地方有點 好 那第六選區 陳美雅 黃傑 郭貝鴻 好 那第七選區 鳳山我是不懂 對 為什麼大家都很愛講這一區 因為你知道我們台北人 有時候真的覺得 許志杰和忠義仲 為什麼大家也都 現在把焦點也放在鳳山了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幾個區 競平可以先 你覺得最亮的 既然講到最後一個鳳山 我先講鳳山是因為 以前我也在那邊念書 我的母校中正育校就在鳳山 然後還有官校也在那邊 那你可以看到 許志杰他其實在這個 這次在高雄他尋求這個連任 他碰到忠義仲的 忠義仲是現任的市議員 他爸爸又是以前的 這個親民黨的立法委員 鍾紹和 那所以 後來也當國慶合併之後 他爸爸也回到了這個國民黨 那忠義仲他擔任議員 第一幫一定有他的基層的實力 跟這個問政的基礎 然後鳳山 大家會知道其實鳳山本來之前 會比較有名的就是當地 除了剛剛在講許志杰跟 忠義仲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黃傑 黃傑是從鳳山跨區到 那個現在這個選區去選舉的 就是因為之前 那個清中的趙天靈 這個出事了之後 他才臨危受命這樣子 那鳳山這個地方本來就是 傳統它是一個文教區 公教人員居多 然後文教人員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軍系的也居多 所以以前他在認為是被偏懶 自從許志杰他擔任過 還沒升格高雄市 那個整個高雄縣 併入高雄市變直轄市的 那個高雄市之前 鳳山是叫鳳山市 許志杰擔任過鳳山市的市長 所以他擔任過縣轄市的市長 所以也有一定的知道 鳳山的整個狀況 那其實鳳山早就不會像以前 我雖然說公教區文教區 軍方的軍系的也在那邊 就認為是他是一個這個藍大於綠 反而是一半一半 反而你應該說是 他的整個公教文教素質的狀況 然後會導致說藍綠在這邊 幾乎都是旗鼓相當 許志杰因為他有這個 過去的民選 從縣霞市長一直到 立委上來的經驗 所以連著幾次 他連任起來得心一手 可是這次碰到忠義中 還有藍軍希望能夠光復 進入這一個選區 以前在鳳山還有一個最有名的 這個也是他那個 忠義中他爸爸的立法院同僚 鍾紹和他以前的同事就是 親民黨前立委 趙良彥在那邊 都是在鳳山大本營 他們也就住在那裡 那隨著藍軍 俠著這個團結的氣勢 來勢洶洶 然後捲土重來 想要再把這個許志杰拉下來 以至於許志杰這一次再加上 整個藍綠的這個氛圍會不太一樣 那這一次雖然還剩下差不多 13分鐘就要投票結束 提請還會去投票 然後再來這麼多的區 你剛帶我們大家看 2016跟2020年 它的變化到2024今年 我覺得會狀況會比較好一點 我說對藍營而言 藍營的版圖從南部來看 我先從北部 北北基陶都會有變化 基隆 新北 台北 桃園 我說的會變化是說 以現在藍綠既有的形式 和它的席次會被打破 就是藍軍會增加 或者是本來是綠的 可能變藍的 然後這個都有可能會造成這種狀況 然後再來往這個桃園之後 新竹苗栗 新竹苗栗是變化不太大 新竹縣是個苗栗縣 苗栗縣不太 我就沒列上去嘛你看 最後要看那個中張頭了 那個台中 然後彰化 還有南投 其實還有雲林 雲林大家看到蘇智芬 當過雲林縣長 蘇智芬 他也是現在民進黨 資深的立委 已經70歲了 一個老將 可是他面對這個 胡偉政政長出身的 丁學忠的挑戰 所以其實也不輕鬆 然後過去藍軍在這邊 也曾經這個 也有這個拿下立委 一般來看是 劉建國似乎比較 看起來他的選情 比較穩定的 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他面對藍營的在這個 除了蘇智芬在選區裡面 有碰到丁學忠之外 那這些的地方 是不是變成藍綠 在雲林打破 他原來的這樣一個平衡 都是一個觀戰的焦點 然後你現在往南投 甚至往高雄去看 高雄就會出現 高雄是巴西 就像以前台北喊出來 藍營會巴西過海 現在都不太可能 那同樣的綠營希望 在高雄是巴先過海 但現在剛剛也講了 光是在左南這一區 自從這個劉士芳不選之後 那現在這個狀況就碰到 李柏義跟這個李梅貞 雖然有郭喜在挑戰 可是郭喜跑去 去南投的選區下跪 不是在他自己的選區下跪 他去南投選區幫人家下跪 不是在自己的選區 幫自己下跪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郭喜一般來說 看他能夠拉到李柏義多少票 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才能決定說 李梅貞有沒有機會 在這方面能夠勝出 當然就要看最後的這個關鍵 那當然黃傑跟陳美雅 和這個郭貝宏一樣的狀況 也是看到郭貝宏 因為郭貝宏是喜樂島 生綠獨派出身的 一樣是看他吃到的黃傑多少 這種狀況 就像內湖南港的高家瑜 會不會被這個無心帶拉走多少 一樣的情形 所以通常你有同一個系統 有人跟你出來競爭的時候 那當然加大你內部競爭的 那個這個同一個陣營的 這個內部競爭的壓力 那對於藍營來講 那大家好整理想 他只要團結他的基本盤就好 所以大概其實 我們大螢幕上列出的這幾個 的確都是一些觀戰指標選區 假設這些狀況 選區大部分都變的話 那當然整個綠營 過去他在這個 以這一屆來說 他在立法院是單獨過半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 整個變化的話 那藍軍他是抓 可以到50到52 那甚至希望能夠過57 過這個單獨過半 否則你到如果沒有過半的話 後面你要跟其他政黨 來談判合作的話 是難度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很麻煩 所以在這一次的這個投票當中 大家又可以關注一個 就是總統大選 跟不分區立委的政黨票 跟區域立委 以及原住民立委這個部分 會不會分裂投票 會不會分裂投票這種情況 分裂投票的情況 是得利到於藍營還是綠營 還是白營民眾黨 這個也是大家很關心的地方 因為如果分裂投票的話 政黨票會是原來 我們所看到的這樣狀況呢 還是說這個區域立委的話 大家是投人不投黨 所以區域立委跟原住民立委 跟政黨票的部分區域立委 以及總統大選的總統副總統 這個真的三方 是不是因為這個互相切割開的 這種分裂投票 也是這一次很多 關乎剛剛講的國外的媒體 國外跟國內的選情觀察家 大家都在關注說 台灣這次選舉 很吊詭的現象 會不會出現這種情形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佛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碟 月